五十步笑百步 战场上有两个逃兵 一个跑了五十步 一个跑了一百步 他们两个人跑着跑着 忽然想起 哎呀 我逃跑了 万一被抓住是要杀头的 两个逃兵想到这儿 马上停下脚步 跑了一百步的逃兵问道 你 你在干啥 五十步的逃兵想了想 天热 我成凉 一百步的逃兵说 得了吧 你跟我一样 都是逃兵 咱们赶紧回去认罪 说不定将军还能饶过我们 五十步的逃兵摇了摇头 我和你可不一样 我只跑了五十步 你看看你 足足有一百步 你的罪比较大 两个逃兵因为这件事情 争吵了起来 一直吵到被将军发现了 你们两个谁也别吵了 不管是五十步 还是一百步 逃兵就是逃兵 全都拉下去斩了 五十步 五十步笑百步 出自寡人之鱼国也 是从孟子与梁慧王的对话中 衍生出来的成语 现在用来比喻 自己和别人都有一样的缺点 只是程度上轻了一些 就去嘲笑别人 开卷有意 宋朝的时候 宋太宗命人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 太平总类 这部书一共一千卷 宋太宗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 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 争取一年左右看完这部书 大臣们听到宋太宗的话 觉得皇上每天要处理这么多国家大事 哪里还有时间看书呢 陛下 别看书了 早点休息吧 朕喜欢看书 那也不用天天看呀 看书能让朕放松 也能从中得到乐趣 因为宋太宗的勤奋 带动整个朝廷开始看书 那些不爱读书的大臣们 也牢记宋太宗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 开卷有意 只要打开书本 总是有好处的 后来 开卷有意变成了成语 行人只要打开书本读书 总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春秋时期 晋国公子崇尔四处逃亡 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收留他 只有楚国的楚城王接待了他 宴席上 楚城王问崇尔 如果公子回到晋国当了国君 你怎么报答我今天的恩情 崇尔想了一会儿 奇珍异宝 您都有了 我只能给您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如果晋国和楚国在战场上相见 晋国军队会向后退避九十里来报答您 好 一言为定 后来 崇尔当上了晋国的大王 晋国和楚国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 崇尔依照约定 向后退了九十里 在古代 一设是三十里 退避三设在现在的意思是 主动回避和退让来避免冲突 北宋时期 长洲来了个叫田灯的太守 为人专制蛮横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灯字 所以下令在他管辖内的百姓们 提到任何有关灯这个字 或是同音字都要用其他字来代替 不然就要被打板子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 按照惯例 城内会放三天烟花 点三天的花灯来庆贺 府衙门前还要提前贴出告示 让百姓们都来关灯看烟花 可是这次写告示的官员感到很为难 这灯和灯同音 照时写会犯太守的禁忌 我会挨板子 可不写灯字 我写什么 才能表示这个意思呢 另一个官员上前出主意 这烟花和点花灯都有火 不如就写放火吧 告示贴出来 上面写着 元宵节 一立放火三天 许多老百姓看了非常生气 暗地里狠狠地骂田灯 只许周官放火 不须百姓点灯 更有些外地人 看不懂告示的意思 以为真的要放三天火 赶快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长洲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